各位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喬治先生 在一開始啊 還是要先代表UNIQLO台灣 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同時我們也代表台灣 歡迎UNIQLO 來了十年了 太開心了 我們在這邊就歡迎到 UNIQLO台灣海外行銷 暨宣傳戰略部部長黃佳穎 黃部長 有請佳穎部長 各位現場的嘉賓 還有媒體朋友 還有所有一路共產的夥伴 還有很重要的 今天在現場觀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UNIQLO的佳穎 今天呢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的心情 對我們來說呢 對所有UNIQLO台灣來說 能夠跟大家在這裡 迎接十週年的這一天 就好像是美夢成真一樣 記得我們在台灣的CEO 黑賴先生說 台灣的UNIQLO在做的是一個奇蹟 我們建構的是一個奇蹟的事業 那我一直記得五年前 有好多好多建品來到台灣的時候 好多的媒體問我們 你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們說 我們相信真正好的品牌 會留下來 那我想我今天可以很開心 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我們的確做到了 我們很開心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度過第一個UNIQLO在台灣的十年 我們也相信在大家的守護之下 我們會跟大家度過更多更多的十年 會一起探索更美好的明天 那今天呢 就由我來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UNIQLO台灣 到底要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一個新的價值 好 那我們相信呢 其實生活呢 是不斷的在改變的 生活不斷的前行 服裝呢更該與時俱進 但是到底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必須真正的去思考 去探索 去看到生活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才能夠去找到真正的現在的需求 才能夠去做到真正的極致的LifeRail 極致的日常服務 也才能夠真正的實現社長的使命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製造服裝 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呢 是改變服裝 改變常識 改變世界 所以呢 剛才主持人 記得幫我們說了 我們現在在全球 不斷的在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明天穿什麼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跟大家很切身的問題 這個明天那代表的可能是一個未來 代表的是一個想法 對未來的想法 對未來的生活的想望 對新的一個期待 那明天到底要穿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更加思考的是 因為我們知道疫情呢 其實已經為生活帶來了 好多好多的改變 在這個時候 我們發現人們的想法改變了 對生活的想法也改變了 大家對於服裝的需求也改變了 更加的趨向一個本質的需求 這也讓我們更加的相信 只有能夠真正提供 本質上好的服裝的品牌 才能夠留存下來 所以我們不斷的在問自己的 是我們到底還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價值 服裝到底可以怎樣幫助大家 過上更好的生活 這是我們希望透過 LIFE的服裝 LIFE的藝術與科學 給大家最好的一個解答 那同時呢 真正的明天 應該是大家很多人期待已久了 連假要開始了 那也是呢 明天也是我們 尤尼科的十週年慶的正式開跑 那這一次呢 我們的主題是在地萬歲 為什麼是在地萬歲呢 其實我們真的真的是很誠意的 想要呈現出我們想要跟台灣 這片土地 一同去開創更美好的明日的決心 所以呢 在這裡真的很熱情 誠摯邀請大家 一起來到UNIQLO的店鋪 網路商店去體驗我們的在地萬歲 去體驗不一樣的明天的UNIQLO 好那所以呢 我們這次呢 我們提出了五大的新的一個企劃 那這一切的服裝之打呢 其實都是源自於所有的 在台灣的生活者的心聲 每個月我們收集了 超過一萬筆的一個台灣消費者的心聲 所以這次的五大企劃 為台灣的氣候而生 看見台灣的創造力 應援防疫新生活 服裝美學新體驗 最後重要的全球獨家 購物慶典的五大企劃 第一個 為台灣氣候而生的新五屆美型外套 有機能也美型 其實我們都知道 台灣的天氣是非常非常多變的 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下雨 然後很潮濕 但是也會出大太陽 又有很多人是騎機車 其實有很強烈的防風的需求 所以我們都知道 我們需要一件有機能的服裝 來守護著我們 但是有機能難道就不能夠非常好看嗎 我們就是想要打破這樣的名思 所以這次提出了新的五界美型外套 相信在這樣子的一個機能的守護之下 可以穿上守護你的外套 可以穿上陪你闖蕩的外套 更重要的是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服裝的守護之下 陪伴大家 陪伴所有台灣的大家 度過無畏風雨的明天 這就是我們所提出來的新的LIFEWARE 第二個呢 其實看見台灣的創造力 那嘉倩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 我們是第一次這十年來 第一次跟台灣的代表五大創造力的經典品牌合作 那就是希望呢可以邀請大家 其實一同穿上過過了 大同台灣啤酒水塘人文茶館 鼎泰豐的UT穿出台灣的創造力 穿上屬於台灣人的驕傲 第三個企劃呢 也是其實我們自己內部的員工 也期待已久的Arizen的涼感口罩 那這個商品呢 其實是源自於我們在全球的 我們的內部的員工 然後還有包含多消費者的新生所開發出來的 很多人告訴我們說 我真的很需要口罩 但是它可不可以能夠讓我很安心 可不可以又很舒適 那我們就是推出了2.0的Arizen涼感口罩 它可以抗UV 它有隔壺的功能 可以清洗 還非常的舒適 邀請大家體驗 今天我們也準備了這個小禮物給現場的各位 真的很歡迎大家來體驗 我們的Arizen涼感口罩 一樣是明天全台開賣 那第四個呢 是我們第一次的打造了不一樣的店鋪 Pubber Store呢 會在松菸成品 然後也就明天開始為期一個月 我們精選的第一次有Life World的 一個Uniculo的選品店的概念 來邀請大家在不一樣的地方來體驗 可以看到明日的美學的不一樣的Uniculo 好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在地萬歲節的開跑了 從明天開始我們精選的最適合台灣的一個氣候的外套T-shirt 牛仔褲等系列提供優惠 那同時有明日生活全球獨家的金具托特包 還有跟台灣設計師去聯名的我們的徽章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可以給大家最好的一個體驗 讓邀請更多的人一起來這裡跟我們分享 屬於台灣的十週年的一個喜悅 好那同時呢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那我們下個禮拜六呢 其實我們reopen了我們的一號店 那今天呢我們也有開幕了一家新店 在高雄的一個我們的新店的部分 高雄大陸隔的草芽道店 那其實也很歡迎 期待所有在高雄的部分也可以去體驗這家新店 好那最後呢其實呢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代表台灣Uniculo 感謝所有這十年來每一位穿上過Uniculo的朋友們 謝謝大家才能夠讓我們在這裡跟大家繼續的努力 Uniculo承諾我們會繼續前行 繼續進化繼續的努力 就只是希望可以在這裡在台灣這片土地 跟大家一起開創更明好的美好的明日 謝謝謝謝各位謝謝 謝謝佳穎部長有逛過 有穿過Uniculo的朋友們也幫我們拍拍手好嗎 小時候總是天不怕地不怕 長大才發現天空不會一直晴朗 也會有令人措手不及的風風雨雨 所以我會穿上守護我的外套 無論晴雨都讓我充滿力量 明天也要BlockTech 這一次我們拍廣告非常有意思的剛好碰上了颱風天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感覺四季都遇到了 就是早上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 中間出現了大太陽 然後可能越飄下來的戲又有點微風 就一天當中能遇到這麼多的天氣其實非常難得 然後真的不得不說剛好我拍的外套 又是一個抗UV防風雨的外套 非常符合這一次拍攝的天氣 我覺得像這次我們拍攝去到了我的小學 然後我就回憶起很多小時候的 另一種四五季蛋的嬉戏的樣子 我覺得像疫情的期間 我會揭心的覺得 好險是我以前也好好的擁抱我的家人跟朋友 因為在疫情期間你就發現 擁抱變成一件好奢侈的事情 我覺得你不知道明天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能夠及時的表達這些 我覺得對我而言也很重要 我也很鼓勵所有人都這麼做 LIFEWARE 明日進行式 明天穿什麼 永逆如漏 快樂是週間快樂 接下來我們看看充滿在地氣息的這位男生 我想回到最單純的台灣日常 先來市場感受食材人情味 吃一些好料的 我去後面洗洗 找一些靈感 有人說那些地方很台 但是這才是我最漂亮的台式人愛 未來在找靈感的路上 我會穿陪我四個鏡頭的外套 隨時出發 往它刮風下雨 這次拍攝的這些相片 然後提防的場景都是我生活上面 常常會去的地方 然後所以我覺得在這樣子的 呃... 狀態下我時常都會被這個場景 激擋出一些 大老闆 不錯 因為我有騎車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一個防風外套 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 可能對一般的騎車組都是 台灣的天氣多變化 那我覺得不管任何的天氣考驗 就像今天這樣 我導演呢 這次用了很多不同的場景考驗我 比如說烈日 還有大雨 那在騎車的這個過程中 只要有這件外套呢 風雨無阻 我可以在我熟悉的這個土地裡面 隨時找到我能夠再次創造的 文化上面的一些 表達的方式 明天我想要穿上 可以跟我隨時出發的外套 跟我一起照顧床 可以激發我更多的靈感 Livewear 明日進行是 明天穿什麼 Unicolor 台灣十周年快樂 Unicolor 十周年活動大使 桂倫美 我們先給美女朋友們拍個照好嗎 讓我們歡迎台式浪漫 李英宏 來 英宏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來 我們Lady First好不好 小美 黑萊先生 佳穎部長 然後Unicolor的好朋友們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顧倫美 耶呼呼 欸 怎麼大家都冷冷的啊 我跟你講 台灣很幸福欸 我們可以這樣聚在一起對不對 然後 可以不用戴口罩 有言人的戴口罩 可以聚在一起這樣 這樣一個大的這個記者會 真的很難得 接下來我們要請這個 台式浪漫英宏啊 英宏啊 然後有這個榮幸可以被邀請擔任品牌大使 然後還跟女生小美 我們今天一起一次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一直是Unicolor的 忠實支持者 對對對 欸 你有沒有忘了跟直播的朋友們打人招呼 還有 對 我們直播平台上面的所有朋友 大家今天廉價應該非常期待 對 沒錯 我們馬上就要放假了 那今天在開記者會 同時也是慶祝 這個Unicolor台灣十週年的生日快樂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一下 剛才 呃 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特別有看到兩位都為了 特別為這次的這個形象廣告 去了一些自己長大很熟悉 很有很有安全感的安全帶 這樣子 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 呃 在這個影片裡面展現什麼樣的風格 我們先從女生開始說好了 小美 其實真的非常感謝Unicolor 呃 他們這次帶我到一個 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天母 然後我覺得我經常在市區裡 呃 工作啊或生活 可是只要我回到天母 我都有一種安心或踏實的感覺 是 然後還特別去到了我的小學 然後有一種很親切 然後可以回想到小時候那種 很肆無忌憚甚至很勇敢的樣子 好像會給你一種重新給你一些力量 就是好像充電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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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要問一下英鴻 你的 你是在台北老街 對 大道城 是 然後呃 那個河堤 然後一些 我想知道你什麼狀態之下 你會想去河堤 什麼狀態之下 好 對 因為其實這些場景都是小時候 爸爸會騎著摩托車 然後帶我去感受他們那個年在台北熱鬧的 最熱鬧的地方 對 包括西門町我跟小子哥 沒有啦 不好意思 我跟這個傢伙有一點牛肉 沒有 畢腐 畢腐 沒有啦 開玩笑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 我等於是看著英鴻長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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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以前就是這個街頭啊 嘻哈客 沒錯 對 對 對 就在西門町 不要再逼我BBOX 給他FREESTYLE 好 來 預備 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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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真的可以 好 所以那個場景對你來講 你心裏面的感覺是 都是非常熟悉的 然後也有很多就是 對我來說很珍貴的回憶 所以在後來我在創作的這些過程 我一直希望能夠透過這些熟悉的場景 去找回以前爸爸 帶我去感受這些老台北的一些回憶 那我再把他帶回來 這個現代的一些過的故事 加入自己的 對對對 所以我偶爾只要想一個人出去騎騎摩托車走一走 我就會去這些地方 好那各位現在就知道去哪裡可以看到桂倫美 去哪裡可以看到李英宏啦 那當然我們有特別的講到就是說 在剛在影片裡面有看到小美是剛好碰到颱風天 一天就碰到了四季 多嚴苛 台灣的氣候多可愛 那英宏是我想要雨的時候既然沒有雨就大太陽 所以我們就用了人造雨 但是衣服的機能完全可以扛起來對不對 所以明天穿什麼這件事情 這句話其實很有趣 那麼我們也想問這句話對於兩位 你們的感覺是什麼呢 明天穿什麼 然後你們的生活要怎麼樣 剛好明天就開始連假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建議大家 或是說自己在這樣子的一個連續假期 或者說對於這句話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小美 我覺得其實今年可能對大家來說 那種雨也可以阻擋 而且他最好的好處是他可以收到很小很小 好收納 然後大家如果中秋節想要出去玩 也不會佔太大的空間 是一件機能性很好的外套 對這個講到這邊 我剛剛看了影片 他說要給身邊的人一個擁抱 對 對 那我也只能抱英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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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搶抱抱 欸真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他這個人跟人之間的接觸 我們東方人都比較害羞 對不對 那 事實上我們剛剛應該要很禮貌的 接受貴倫美報這件事情 那我還是抱英雄 哈哈哈哈 好 那 無常 就像台灣的氣候 這樣這個地球現在有點在鬧脾氣 那這個連假你看有很多人要去 夾在北部的要往中南部跑 夾在南部的要往北部跑 那這個天氣這個連假 你要怎麼建議大家穿呢 喔其實這幾天 雨一直下嘛 然後 呃我猜可能也許明天 停了 大家就可以在戶外 做一些中秋節 烤肉啊 然後 還好 台灣有丁仔卡 欸 對對對 但是在丁仔卡還會陷到魚 還是會飄 對 所以 這時候穿上 Block Tag之類的 對對對 防風雨的 機能外套是非常適合 然後 對 我覺得 呃 因為剛剛有 小美提到無常這件事情嘛 那我覺得中秋 對我們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節日 真的很重要 團聚的節日 對 不只是烤烤肉 然後出去玩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跟 家人朋友好好聚在一起 然後 對 試試的給他一個擁抱 太好了 所以 我是在Sakura Sakura不下去 Sakura不下去 你趕快抱吧 真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說說就是 其實啊 我們這一次有跟 我們就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U-T 跟台灣的五大經典品牌 這一次的聯名合作 非常非常的有趣 別看身面耶 那我們以前 常常我們在UNICRO裡面會看到一些 他們跟品牌聯名的 哦 這是佛索維根 哦 這是Suzuki 哦 這是Honda 哦 這是 迪士尼 哎 我們喜歡沒有做 可是這一次 很難得 五大台灣的經典品牌 我們要不要講講 你們 你們對這個經典品牌的聯名 那個感覺是什麼 Sakura 我看到的時候 非常興奮 嗯 因為每一款都設計的既有各個品牌的風格 又很可愛 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愛不釋手 應該會很快就熱銷完 對 然後我自己 嗯 廣告拍攝的那一件 我是穿春水腸的珍珠奶茶 因為我覺得珍珠奶茶應該對台灣的所有人來說 我對我而言是一個 comfort food 就是當我特別心情不好 或者是特別需要 energy 的時候 我就想要來一杯珍珠奶茶 然後我覺得可能對台灣每一個人來說 都一定會 不時都會想要有一杯 有家鄉的感覺 對 療癒的感覺 然後另外我也很喜歡大同殿國 欸大同殿國很可愛 但大同寶寶超可愛 大同寶寶 所有留學生一定會有一個大同殿國 而且是媽媽一定要塞給你 一定要塞給我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太厲害了 大同寶寶對不對 然後呢 台灣比 台灣比就不用講啦 對不對 聚會怎麼可以少了他呢 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店上好好的觀看 這是我的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對就是影片名就算這個了 對 然後還有呢英宏呢 我 這次UT的這個系列就是 台灣經典 對台灣經典 這個我覺得 很符合我對於自己創作的想法 對 就是我一直希望能夠加入我們在地非常熟悉的一些文化的語言啊文化的一些符號 所以 所以 像我這次看到這個系列 我就 我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還是 吃的 吃的吃的 對就是我們的 鼎太風 哇 因為 因為很多 你穿的是這一件嗎 對 很多很多 國外的朋友 他們來台灣 第一件事情會先問 有什麼好吃的 對 所以我們就會推薦他 嗯 小倫包 小倫包 對 What's up 第104 不是 台灣 Yeah 對 你還有點嘻哈的感覺 對對對 如果是美國來的朋友 就要 美國來的朋友 介紹他們 對 不一定是美國來 我說 剛剛我嘻哈的感覺 嘻哈的感覺 對 好 那麼 還有 喔我們剛剛也有看到Gogoro對不對 Gogoro 對 對台灣的文創 新創品牌 而且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真的是不用說了 對不對 而且這是我們台灣人看到覺得非常熟悉的品牌 對 那當然囉 這個Gogoro在台灣這10年來 呃 默默的在耕耘這個市場 解決我們穿搭上 還有這個 顧我們的荷包 那這件事情呢 10年來 對你們來講 有沒有什麼 Gogoro在台灣的10年對你有什麼影響 嗯 首先我也是非常感謝Gogoro這次 招我當10年的這個大使 然後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一起慶祝這個10周年 是 嗯 我自己也對我自己而言 UNIQLO一直很像我的好朋友 嗯 或者是家人 因為我覺得 在台灣應該每一個人的衣櫃裡 都至少有一件UNIQLO 嗯 然後你不管是想要有機能性的 或者是舒服的 Heatag或是Ariksen 他們都有很棒的提供給大家這樣的 嗯 服裝的準備這樣 然後 冬天要是沒有UNIQLO 會死掉 對我我我經常去拍戲的時候 去很冷的地方 一定準備非常多的Heatag的保暖戲 而且我要穿極暖 對 好 所以我覺得他像我的好朋友跟家人一直守護著我 是 那英宏呢 我覺得其實因為像小美剛剛講的所有機能性跟功能 就是還有穿搭的部分 UNIQLO就是 就是 時時刻刻都為我們 做好了準備 然後 我 其實昨天也還有去逛 嗯 然後去感受一下 這十年來 我覺得彷彿 一場美夢成真 我居然在店內看到我自己的照片 真的喔 然後是站在小美的旁邊這樣 真的 對 因為這十年間其實我覺得 UNIQLO已經是 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包括 小女孩拉著媽媽一腳 媽媽 你的叔叔為什麼對著照片哭 對 很可愛很可愛 太感動 這就是我 對 然後 我覺得只要我想要放鬆心情 或是我想要一個人去走走 或只要去玩一趟UNIQLO 然後買幾件衣服 跟一些貼身衣物 售出不得做退換貨 對對對 我就會很滿足 襪子內褲啊 售出不能做退換 身體身體有沒有看好啊 你不要一直啊 這個很重要 不能不能退換貨 然後回家之後我就會覺得 哇 彷彿就是把很多心理的一些壓力 都發洩出去 都發洩出去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十年我都是 常常還是會這樣子做 對 那還是有一個relief的功能嗎 對 對 所以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 好那接下來呢 我要在這邊特別跟各位也要講說 我們在網路上 因為我剛一直講到明天會變怎麼樣 我不知道明天你要穿什麼 明日的生活會是如何呢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在十周年我們準備了一個活動 叫做明日生活金句的大目擊 我們在這個網路上 你們可能聽起來有點 有點不得其 但是我待會請兩位示範一下 我們在網路上 你們到我們的這個活動網站上面 然後寫下你的明日金句 你就覺得明天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我們會在網路上 最後我們會抽出來 幸運的朋友們寫好的朋友們 我們抽出來 然後網路上的朋友 我們分陸海空 網路上的朋友 我們可以得到的是什麼 是一年份的LIFEWEAR的大獎 內容是什麼 我們到時候在等網路公佈 那如果說現場 今天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你們剛應該進來都有拿到這個吧 有嗎 有齁 待會記得把這個寫上去 然後在接待出的地方 有一個留言板 你把它貼上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換到一個 經典的專屬的小禮 要給大家 這個明日金句大家都有 再來看直播的朋友 我們不能忘記 看直播的朋友們 你們現在就在下面 直接在直播的下面留言 留清楚喔 要看清楚喔 沒有看清楚 要請那個 要請那個小編 要請小編幫我們 好好的講一下 直播的朋友們 請留下 UNIQLO十周年 在地萬歲節 10月1號 眾多優惠開跑 驚嘆號 驚嘆號 驚嘆號一定要加 好 那你們可以得到什麼 今天晚上 就在FB抽出來 幸運的朋友們 各位 這一套 我的天啊 這一套 好吧 專屬的十周年的徽章 我們今天要抽出 今天晚上 直播的朋友們 你們有流隊 我們就抽出 兩位幸運的朋友們 要送給你 這好想要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給你看 OK 好了 所以呢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可以在 陸海空 還有現場 都跟我們一起 參加這個遊戲 好嗎 那麼 我們這個 重點是啊 我們要先請兩位 先回座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要 舞台上 要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要繼續進行 接下來的這個階段 我們也 非常非常的感謝 兩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太高了 三 二 一 敬開一聲 耶 UNIQLO 21 十周年生日快樂 我們被等了 太好了 逢此良辰即時 整可沒有美酒之後 來來來來 哇 每個人上 一盒酒嘛 這個叫和 一人一盒 一人一盒 來來來來 我們敬酒 敬酒 來來來來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好 來 我們這樣 我們拍兩個 我們拍兩個 拍兩個 CUT好不好 兩個CUT 一個是看著彼此的 彼此敬酒 來來 LOOK